如果再讲一个简报 简报的这边一定要提醒你的一件事情 就是一致性正确的使用方式 是利用母片修改 我举一个例子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例如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有投影片的页 每一页都有投影片的页 所以我希望每一页的投影片页 字的颜色要一样 大小要一样 放置位置要一样 不要变来变去 这个时候我就不能够直接点它来做修改 因为我可不可以点到投影片页 2016版新版 它提供你单一张投影片修改页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样子修改完了 只有这一个第一张投影片 我们可以用投影片的页码做修改 所以这样子的修改不好 要就一起修改 而且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单张修改 可以吗 我们一劳永逸就是一致性的设计 如何做一致性的页码修改 好我们现在来动手做一下 怎么做呢 检视投影片 5片 检视投影片 5片 那我们现在不是只要修改这一个的页 我们希望修改整体 整体 所以要请点回来这个最大 最大 它在上面 刚刚你可能点到的是下面的 好我们现在要点回来最上面这个 最大的这个 然后接下来请点选这个区块 这个最大的投影片 就是包含这所有每一张小张的影片 好 这个的页码 它就会把这一次的修改 每一个版面里面的页码都一起跟着修改 所以记得要修改试改这一个 好 然后点选它 请把字 例如说常用字变成初体 变大一点 变成20好了 加个阴影 随便 反正你要不要看 例如说变成一个蓝色字 好了 当我今天就是简单的做完这个页码修改 用母片 做页码的修改 可以达到一致性的修改 我们现在来去检查 看观看制作完的结果 投影片母片 关闭母片检视 好 你看一下 第一张投影片没有页码 因为本来就标题又不是很简验 然后接下来第一张投影片 这边是有一个1 而且是出地有阴影蓝色字 第二张投影片是不是也有 记住 不要在单某一张投影片里面修改页码 要修改页码达到一致性 就要在母片中修改 这是特别特别提醒你的一件事情